來馬來西亞已經由吉隆坡引到怡保 我都未看到 給你看 簡直是消暑解殼 試試馬拉的兩頌飯 大家好 我是團長Joey 都是你又來他吧 來了馬來西亞一個多星期 住了一個多星期的Hostel 終於我幫自己訂了一間海景大屋 因為當我去了解檳城的時候 我發現曾經有一位雜誌 將檳城評選為亞洲第一 全球第三的最佳移居城市 所以我這次來檳城 我就想感受一下這裏的生活 去一些比較民居的地方住 吃一些本地居民會吃的東西 走一些本地居民會走的路 大概就是這樣了 所以今集你們未必會看到 其他檳城旅行片 一定會出現的那些壁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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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壁畫 反而你們會感受一下 我一個人在檳城裏的生活 我想大家都急不及待想看看 我這個開景大屋是甚麼樣子 我們先來個 room tour 我們馬上去吃早餐 Go! 我現在來到檳城的早市 我期望在這裏可以找到一些給我吃早餐的地方 一趕完眼前就有了 這個好像這裏也挺有名的 一個炒米粉和炒衣麵 這個是什麼?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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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了 坐下吃東西了 這個位置很曬 因為我發現很多食物 我前幾天都已經吃過 所以今天就簡單簡單單 吃個包 喝杯 咖啡 但是我看到那些人吃炒果條 我又忍不住叫了炒果條 嘗嘗咖啡有沒有在宜保這麼好喝 這個咖啡很濃 它不是白咖啡的奶味很濃 但是咖啡味超濃 我本來有點睏 但是喝一喝就立即醒神 趁熱試試炒果條 嗯 簡單單單有一餐 其實我從來都不會叫什麼大包 而且我來這裡 我都沒什麼吃電影心 我看到它的蒸氣 滾滾滾滾滾滾滾的 今天就想吃一下 嘗嘗大包 嘗嘗大包 我都未看到 讓你看先 哦 它這個大包就是肉餡 還有我看到有隻蛋 不錯哦 嗯 好吃 大冰 做個兩道大冰 嘗嘗大 吸收一下熱熱精華 令人精神一點 我昨天在宜保 趕著到港車來檳城 然後八個天 很想再繼續吃多些宜保的東西 那我就去了一個茶室 那我一試過就叫了三碟 很趕時間 所以這個很趕時間 趕時間趕時間趕時間 趕時間趕時間 趕時間下的時候 就有一個白白的想踏海 她就吃一碗麵 我就吃一碗麵 加一碟醬粉 再加一個 配啤的薄餅 到最後 嘻嘻嘻嘻嘻嘻嘻 吃完最後一口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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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最後一口的時候 嘻嘻嘻嘻嘻嘻嘻 然後他走的時候說了一句 看著你吃東西 真的很開胃 我覺得很搞笑 我沒有拍片,因為我很趕時間 一個人啊,一個人啊 我經常都是一個人的 懂的,上網看到的 嗯,好吃 這個花心餡是超級多的 好香啊 吃完呢 走一步 在這裡走回家要半小時左右 不過都沒有什麼做,所以慢慢走過去 剛才我買了這個 那個兩夫妻問我是不是一個人 我發現這裡的人一聽到我一個人來旅行 都很驚訝的 他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 自己一個?自己一個懂得走嗎? 我以為遇到的人都是這樣問 我覺得很搞笑 其實一個人都是靠Google 不過就會 無聊一點就一定了 我每次見到人拍這個 假裝開門的畫面 我都覺得很搞笑 因為很明顯我們先把相機放下 然後我們走出去一次 然後再走回來 你看看我們 為拍一個鏡頭 是花了多少功夫 好 這個呢 上面25是嗎? 是 好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XO 哦XO 好好好 好 選了這個榴槤 為什麼我會來吃榴槤呢? 因為我本身想去對面那個 美食天堂那裡吃東西的 但我想吃那間 就還沒開 還有半個小時才開 所以我就 先吃回飯前甜品 是不是? 好了好了 其實我這次來馬來西亞 已經忍了 由吉隆波引到去義保 然後再忍到來檳城 昨天看到整條街都是榴槤 我就忍不住 要吃一個 然後昨天吃完之後 因為其實我在泰國的時候 我腸胃不好 我很怕我吃完之後會肚痛 但是呢 我昨天吃了一半之後 發現OK 今天又再吃 挑戰一下 你看看 是否看到 好香啊 昨天再黃一點 今天沒那麼黃 來乾杯 來乾杯 榴槤乾杯 好甜啊 這個一盤 25泡 25元 即是港幣 大概50元左右 謝謝 就是這樣 他們會給你一瓶 水 拿一下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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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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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到這個美食天堂的地方 我身後這個新時代集菜飯 就是我想帶大家來看 但因為它還有大概20分鐘左右 才會拿些食物出來 嘩 準備拿出來的食物 嘩 兩邊一起夾工 嘩 厲害 現在坐下沒什麼做 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我今次來馬來西亞 真的吃很多東西 所以我在IG分享我吃什麼的時候 觀眾都說 嘩 Joey你真是小心身體 其實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特別是我今年新年的時候 我真的發現自己的腸胃出現了問題 以往我如果是數家日性 我會很飽 但是我那時候就消化完 但是今年我拍一些食物片 或者我去朋友家吃大餐 我真的會下午吃完 全天頂著頂著 所以今次我來這個大馬之旅 我知道我一定要吃很多東西 所以我今次就帶了一個 可以幫到我長度健康的一個 B3X生菌 今次帶來的就是 日本風性生活的 舒暢感受B3X生菌 這個是100%日本製造的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每個人的身體 其實都有一些 好菌和壞菌 是會幫助你消化的 但是好像我這些 飲食長期是失衡的人 可能好菌又少 壞菌就多 那吃X生菌 就可以幫你拿回平衡 而B3X生菌 和一般的X生菌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除了幫你去調節 你的長度健康之外 還可以幫你減低你的內臟脂肪 和體脂 我用了整個旅程 我最大的感覺就是 例如我以前吃完 下午 我真的頂住頂住 但是現在就真的不是 例如我下午吃完之後 我可能真的消化兩小時 走路 然後我晚上就真的可以 好像一個全身胃 去迎接新的食物 但是我也知道的 不是只吃X生菌 我就可以瀝吞 所以我都慢慢調節 盡量不要吃那麼多東西 我知道的 這個 除此之外 這個品牌還有另一個王牌產品 就是他們的一定入眠 排毒座棉丸 說真的 我是一個挺容易睡著的人 但是唯獨一件事 我真的 永遠都戰勝不到 就是好像我今次住的 一個人住一間屋的一張大床 因為一去到晚上我就會害怕 所以當我知道這個排毒座棉丸 是無依賴無藥性之後 我也覺得可以試一下 臨婚前吃一顆 然後我就會放下電話 拿起我的電子書 然後準備一個入睡的狀態 真的喔 昨天晚上就真的 你一邊看 然後你就會感覺到 開始有睡意在那裡 然後你就 嘩 就放下你的電子書 我就一覺睡天亮了 因為它的成分 就有Venetron 和小球組 所以是會有排毒的功效 配合我剛剛說的 益生菌一起吃 效果是會更加好的 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上他們的官網看 除了他們平時的銷售點之外 4月5日開始 在銅鑼灣的Sogo 都會有他們的pop store 而且還有非常之抵的優惠 可以到資訊欄裡看看 在這裡拿碗 拿碟 我現在用夾子夾著 給大家看第一視覺 否則真的沒有手拿機 首先 就不滿飯 不要拿那麼多 因為我主要想吃餐 拿少許 太多了 少許 拿來送飯 看看這些 整條魚 很想吃這裡的魚 不知道是不是黃鱔 來的呢 試一下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試一下 有蝦 有菜 大把菜 這裡又是另一個魚 想試一下 真的不知道怎麼算錢 今天來的海鮮餐 這個老豆腐好像很入味 這個炸豆腐好像不錯 拿一塊就夠了 最後加一個荷包蛋 看到它的醬油都好像覺得很棒 要一個花生雞湯 一毫 一毫 是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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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稍後過來拿 我先放下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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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好了 終於吃到這個 是馬來西亞式的兩送飯 其實 都吃的東西 都好像我們平時的兩送飯 但是 就很多選擇 還有一些 就是混合了一些 咖喱 但我見現場都是華人來吃比較多 最棒的 它那個燉湯 真的是燉出來的 六扣一碗 即港幣十幾元左右 其實我在香港 以前上班的時候 我最喜歡吃那些兩送飯 我就不是兩送 五送 三送四送 總之就不只是兩送 那這裡呢 就是一樣 好了 我最愛的沙里汁來了 真的 真是我的最愛 很開心 這裡有得喝 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形容這個味 它有點像羊肚 但又再 甜一點 濃一點的味 好 嘗嘗 嘗嘗 馬拉的兩送飯 嘗嘗 這個魚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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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喱汁 我喜歡這個 肉 肉 很特別 我以為是 鮮尼 是不貴錢 我現在學習 吃東西慢 你平時看我吃東西 很快 慢慢吃 慢慢吃 我所有的菜都已經試勻了 總括來說 味道不是很適合 它最好就是 款式多 而且其實 如果你不像我那樣 要點這麼多菜 其實都真的 可能你十多元 已經可以吃到一個晚飯 我自己是傻嘗嘗 一個魚 一個菜只拿一個魚 可能人家拿幾塊 好了 現在吃飽飽了 坐多一會 因為我想帶大家去旁邊 我昨天去了一個夜市 都挺熱鬧的 來到這個小夜市 看到這條長龍嗎 每天都是這樣 昨天都是這樣 每天都是這樣 因為大家喜歡找位 就去吃 那你就告訴他 你坐在哪一張桌子 然後他就會送過來給你 每天都看到這條長龍 因為它是炭燒海鮮炒果條 因為它是炭燒海鮮炒果條 就是你想像到就是 果條會很有鑊氣 一集就不是說什麼國食之旅 所以就給大家看一下就算了 其實它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居民夜市來說 都算是應有盡有的 有雞翅膀 雞腿 雞腿 還有雞肉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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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香蕉嗎 還是斑蘭 它是斑蘭和雞肉 裡面是香蕉 哦 我可以要這個嗎 可以 謝謝 來吃哪裡 你覺得呢 東馬 東馬 不是香港 我是香港的 對 你的普通話 是嗎 謝謝 我看台灣的節目 好 謝謝你 拜拜 我忍不住 都是買了這個斑蘭味的蛋糕 現在就吃不下去了 所以就拿回家 今晚肚餓的時候吃 今次每一次 人問我哪一支哪泥 他們都會猜到是香港 今次是第一次被人猜我 是馬來西亞人 他說是東馬 東馬 東馬 東南 西 北 即是哪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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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坐下去會不會是怎樣的 嘗嘗 嘗嘗 這麼快的天上 第一次見 嘗嘗 好舒服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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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太高了 小心 嘗嘗 嘗嘗 早安 好燥 各位 大家是否看到有男生出現 又在替我開心呢 因為我知道的 你們經常都想我和男生去旅行 其實她是我今次約的攝影師 為甚麼我會今次約攝影師來拍照呢 其實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旅行的時候 約攝影師拍照 因為我接下來就會 剛才車看到我扎馬去表示驚訝 因為我接下來工作上就需要一些我旅行的照片 但因為我之前去旅行 我從來都很少拍那些遺美的照片 我今次因為影片是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就是世界文化遺產 所以我就在Airbnb那裡約了 這位攝影師非常非常地讚 拍片的時候應該收到一些照片 例如 因為全場是一個超友善的人 所以我本來拍照真的不太好 我會經常都 很高興 但它真的令到你很自然很放鬆 大家來賓城都會看到 除了壁畫之外 很多類似這些藝術品 這個是非常之有趣 如果平時就這樣拍照就完了 但原來其實它每一個藝術品 它都在說一些 例如這條街的歷史 或者一些傳說中的故事 它說這條街很多人都拿來做Hostel 男人就在售賣這個Backpacker 你可以住在樓上 好熱啊 進來買少許飲品 我講華語 你講華語好好 我也講華語 我也講華語 一樣一樣 好 來我想要一個楊桃汁 有嗎 沒有 果汁西瓜汁 黃麗汁這樣就可以了 哦 上一次有人說我像那個東馬人 東馬 耶 哇 買了這個冰凍冰凍的西瓜粥 嗯 哇 簡直是燒鼠解殼啊 好棒啊 還要是剛才那個帥仔 帥仔做給我的 我發現這次旅行我最喜歡 最開心的就是 真的很多人可以跟我聊天 因為之前譬如去歐洲也好 去泰國也好 因為大家的言語始終是有少許言語不通 交流不了很多 但是這次就很多人都懂得說廣東話 還有他們都很喜歡陶人聊天 每一次聊些 每一次聊些 真的對這個整個城市了解了很多 我現在就是在家的樓下 他有幾間餐廳 這間我昨天經過 我覺得都坐得挺舒服 還有我門口看到他有個食粽 所以今天就來吃多隻粽 因為今天就會乘飛機回吉隆坡 回到去的時候應該已經是很晚了 所以可能都未必可以吃到東西了 當然吃他這個叫做狀元種 即是最多餡的 試一試 喝一口他這個 這個已經是成為了我每一個地方都會喝了 吉子檸檬 太好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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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種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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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炒豬 馬來西亞是沒有吃過不好味的肉 團長的旅遊日記 十天的馬來西亞之旅 終於來到尾聲了 真的很捨不得走 這次我自己編排的行程有點差 時間不多 但又有很多城市都想去 最後奔城就只剩兩天一夜 連最出名的臘沙我都沒吃到 其實我讀大學的時候 都來過馬來西亞和大學生交流 當時我已經很喜歡這個地方了 今次再來 我可以說 九成我跟他接觸的人都非常之好 特別深刻的是 我離開尾堡去檳城的時候 搭Grab 車上的依依非常之友善 我當時很怕遲到趕不到巴士 然後他說 放心 一定去到 路上的時候 他就問我在尾堡吃了什麼 然後發現我很多東西都沒吃 他就說 真的很想帶你到處去吃東西 來到檳城 有個老闆見我在街上不斷地自己拍自己 他就好好地走過來幫我拍照 還邀請我去參觀去那個快要裝修的餐廳 我覺得在馬來西亞一些很繁忙的地方 甚至是遊客區 那裡的人都依然非常之有禮貌 有善 甚至是熱情 到底是可以怎樣保持到這種耐性的呢 我真的很想知道